欢迎收看这样才有个人进来学超能力 联准会降息两码大步启动降息循环 这也是四年来的首次降息 那么昨天台股强涨了363点 投资人可以开始乐观了吗 今天是9月20号 是9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又被称为四污日 就是美国市场在每一季的 3月6月9月跟12月第三个星期五 是美国市场的延伸性金融商品到期结算日 白话文讲就是在这个期间 市场的价格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而美股又牵动台股的表现 我们就来看了 大盘单日如果跌超过5% 我们去危机入市的话 持有一段时间的平均报酬率 到底有多少呢 如果布局的是科技相关族群 也就是红色的长条图的话 你可以发现 持有三个月平均韩席的报酬 达到17% 那么如果你持有六个月 报酬有46% 那么持有一年的话 报酬率更来到了89% 那么反观大盘指数 也就是你看看蓝色的这一条 持有三个月的话呢 其实只有9.87% 那么如果持有六个月的话 平均的报酬是来到25.77% 那么持有一年的话呢 是可以达到48.17% 所以选对趋势 用最少的钱把资金放大 而且你的风险控管还要到最好 这通通考验着投资人的功力 而就在昨天呢 Fed 利率决策会议公布要降息两码 那美股也将在呢 今天迎来四污日 台股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把时间交给分析师温伟杰 请说 这个降息声明当中主要有两个变化 第一个是美联储强调呢 对于遏制通货膨胀的信息呢 是有增强的一个现象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美联储关注的这个重点 开始从这个通货膨胀的数据 转向了就业市场的一个数据的观察 那在这一次呢 7月当中的利率决策会议的声明稿当中 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实现就业跟通货膨胀的目标呢 这边的这个风险也只将趋向平缓 那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呢 代表说后续美联储在进行这个利率政策调整的同时呢 我想会比较着重在于就业市场相关数据的一个表现 那么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后 对台北股市的影响上面来说呢 大概短期的这个不确定新因素是解除了 因为毕竟过去大家都在猜 美联储的降息或是降多少 那这一次呢 这个大锤一敲 这个已经降息两码了 那么当然对于金融市场上面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这个资金的环境 那当然对于台北股市来讲 也有可能会受惠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在短期当中也可以看得到 不过呢 我想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到 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其实在市场上都还是会有一些相当程度的这个数据 或者是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个影响因素存在 所以其实它在整个盘式当中 仍然是维持着高度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在总统大选之前 我们仍然认为它是有一点点短多的一个现象 但是长期的部分呢 还是有不确定新因素 所以在操作当中呢 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这个选股的一个状况 那么以现在目前台北股市的状况来说呢 在这个降息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台北股市是有呈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 从技术面的观察来说呢 也即将要去挑战封闭9月4号的这个空方缺口的一个反压区间 但关键就是在成交量的部分 一直都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放大 那当后续对台股的一个推升的领先指标上面来观察 成交量能不能够放大到至少3000亿以上去进行推升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指标 另外呢就是在外资的态度上面 能不能够看到外资在现货有一些持续回补的力道 另外呢能够在期货的进空单的布局上面有所放缓 只要能够看到外资在现货跟期货的部分 有一些从保守转向一些偏多方的一个操作模式 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台北股市的部分有比较好转的现象 甚至在波段上面都可以有些期待 那么当然在结构的部分 我们看到台积电跟金融股的这个称盘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结构 那以现在目前看起来台积电所带出来的这个设备概念 是近期在台北股市当中的一个观察重点 不过在后续的半导体的产业当中 要特别留意的是NVIDIA在降息之后 能不能够持续的有所表现 因为毕竟它是跟台积电合作最大的一个厂商 只要挥达的业绩跟股价 都还能够持续的维持在一个比较亮丽的表现 对台积电来说也会是一个重大的支撑 当然对台北股市来讲也会是一个比较偏利多的一个因子的影响 那所以在后续当中呢 半导体产业的表现仍然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产业类别 那唯一一个比较留意的这个利空的消息就是 进入到了第三季之后呢 全球的半导体营收也将迎来了周期高点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季 甚至到明年的上半年都有可能会是半导体营收周期的一个下行区间 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可能大家也要特别留意手中的持股 在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当中 能不能够出现一些比较营收表现 有正面成长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支撑 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基本面来去进行一个 这个长期投资的观察 才会是一个比较适切的一个操作策略